今年初鴻海創辦人郭台銘 與前立法院長王金平 一前一後走進紅國大樓 郭王會氣勢強 當時郭台銘連續見了 幾個藍營大佬 但四個月過去了 雖然他沒有順利獲得徵召 但專出在短午節 又見了王金平 郭台銘以賀劫名義 在紅國大樓辦公室 與王金平會面 席間對國民黨徵召過程耿耿於懷 也表達了對黨主席朱立倫 與侯友宜的不滿 追求總統大位的熱情 時鐘不減 大部分的時間都是郭台銘 在講 王金平在聽 郭台銘甚至表示 他非常有信心 可以跟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談郭柯配 認為這個組合有望贏得大選 會持續跟柯文哲溝通協調 跟他講說 國民黨的比賽辦法 你都不知道 他就參加比賽 他現在都要先解釋 他現在要做的事情 你以前就話講太滿了 你現在怎麼辦 要不要合 柯文哲的話沒有說死 但之前上節目曾透露 選總統會準備這樣東西 我不需要參選聲明 我只需要退選聲明 如果不要選 要退選要宣佈 你如果沒有就順順地走就好了 所以你也不排除會退選 沒有 要有理由 柯文哲四兩撥千金 沒有駁斥跟藍營的合作 繼續砲打綠營 之前才罵民進黨做假新聞 放狗咬人 柯文哲沒有打算道歉 如果我來講就更那個 狗比他們善良多了 比這些造謠的人善良多了 所以不覺得這是失言嗎 面對對手陣營攻擊 柯文哲不改柯式風格 繼續火辣開嗆 華視新聞網站黃盛台報導